揭秘一次性筷子 很多人外面吃饭呢 都喜欢用一次性筷子 觉得很干净 那您真是太天真了 尤其是那种颜色煞白的筷子 您以为很干净 下卡是水最深的 有一部分黑心商家 是用硫磺熏蒸 双羊水漂白筷子 然后呢 直接扑在地上 阳光暴晒 不管卫生不卫生 干净不干净 最后都会被直接打包 进入市场 部分一次性筷子 运输加储存的时间长了 会有老鼠蟑螂什么的 在上面爬 当然他们不会去咬 他们也知道 硫磺和双羊水不能吃 甚至关于一次性筷子 有一个说法 一根筷子里住着上千个猴子 当然这不是真的猴子 正常这种筷子 都是竹子做的 将竹子放大50倍 会看到很多像猴子一样的小孔 非常胜任 当筷子经过硫磺 双羊水漂白 都会在这些猴子里 留下残留 等您用筷子的时候 基本上滚合到食物里 都被你吃了 这些有问题的筷子 正常用水泡发 一个星期 就会散发出一股恶臭 泡发后的水去种豆芽 豆芽都会直接死掉 所以建议大家 尽量少用一次筷子 实在要用的话 先闻一闻 有没有酸味 有的话 基本上有问题 劝你不要用 颜色煞白的 就更不要用 关注大叔 发掘美食宝藏 实现舌尖理想